好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学习第三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那么这个点的话呢 是要求掌握的 给三颗星 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个点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深入的学习 对我们的会计信息的一个质量上的一个要求啊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有大量的会计事项经济活动的案例 是吧 来去给大家做举例子啊 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质量要求 每个要求考试说怎么考 就是考结合相应的一些事项和案例 来去问你 他这个体现了什么质量要求 这里面一共是八个 一共是八个信息质量要求 那么这八个的话 你说这个重要性都一样吗 也不是 这八个里边比较重要的 或者说考试考到的比较频繁的 像这个可比性 是吧 实质重于形式 谨慎性 像这些点的话呢 考的比较多一些 像其他的 你包括这个重要性啊 也是容易考到的 可靠性 相关性 可理解性等等其他的点呢 包括这个及时性 可能不太容易直接考 那今年的话呢 教材 对于这块内容啊 做了大量的解释 是吧 列举了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这在之前的教材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块今年的教材还是变化非常大的 整体的架构没有变啊 这个点还是在八个质量要求 所变化的就是每个点当中有大量的一个解释 扩充 好 所以这块呢 对于教材列举的这些案例呢 我来给大家做解释 有些案例可能你听完解释可能也不一定懂 那么你可能需要往下学 所以不用担心 学完后面章节 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案例事项 那可能会更深入一些 好 所以主要考试题型也是单选多选判断 那这块大题没有命题 首先看会计信息的作用和会计信息质量啊 我们现在不是讲的是会计信息的一个质量要求吗 那么什么是会计信息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是吧 什么是会计资料 什么是会计信息 那已经讲到了 来谈谈会计信息的作用 这教材也是新增的 今年 那这个做几个简单熟悉就可以了 理解就可以了 不用背 来第一个 就是降低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啊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原则于我们现代企业啊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过 就是现代的这个企业啊 制度下呢 我们的经营者和这个所有者 是吧 是分离的 是分离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大 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对吧 股份公司那更是更是明显的啊 那么股东的话呢 所有者是分散的 他不是亲自参与经营的 那我们的经营者 那就是代表的我们企业呢 是吧 经营者呢 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嘛 那么所有者就是股东呢 所有者他是主要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嘛 外部利益相关者呢 主要就是投资者 所有者 对吧 说利益相关 当然了 除了我们的老板 除了投资者 所有者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比如说债权人啊 是吧 政府部门啊 那都是外部利益相关者 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你想想 对企业最熟悉的是经营者 他最了解咱们企业的情况 说企业现在到底好还是不好 他最熟悉 对吧 那好 真正报告 他通过财务报告的形式 向所有者以及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也就是我们的报表使用者 来去汇报我们这个企业的情况 你说他如果说不去汇报 不去报告我们的会计信息 那外部的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他能够熟悉企业的相关情况吗 不行 必须要通过财务报告的形式 是吧 来报告给我们的相关使用者 这就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这说的是降低 有没有说消除 没有 他并不能完全消除 实际上 咱们经营者所经营的这个企业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健康 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资产负债率太高 常债能力可能出现了很大问题 很有可能出现资金断裂 甚至破产的情况 但是经营者当中就包括你啊 你是会计啊 你是会计 你就是经营者当中的一个分子 你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 可能会把你的报表包装的非常好 说盈利能力非常好 常债能力也还行 有各种解释 这信息是不对称的 可能会蒙骗了 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损害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 包括一些税收的流失啊 都有可能 这信息不对称 那么第二个作用啊 就是有效的约束 公司管理层的行为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啊 效率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刚才说了吗 这个管理层实际上就是经营者 经营者跟所有者分离的 他其实是利益是冲突的 对吧 同学们将来你要是考中级 或者考铸块 就会学习财务管理上来就讲什么 利益冲突的协调 怎么样利益冲突 说公司管理层 他希望什么 公司 他希望自己能够拿高 很高的薪水 就现在说那个 司马南评价联想 说联想高管 一年能够拿好几个亿的薪酬啊 退休金啊 等等各种分红什么的 要从公司拿走好几个亿 他联想一年才赚多少钱 那怎么样才能约束他们 你公司就不赚钱 你拿那么高的薪水干嘛 所以说如何约束啊 通过会计信息 通过财务报告披露 报告一下我们公司才赚这些钱呢 对吧 那么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那好 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力成本 该降低降低 该压缩压缩了 对吧 第三个呀 帮助投资者甄别其投资的优劣 进而做出投资决策 我们有些潜在投资者啊 可能现在要投资 他不知道投哪个公司 那要干嘛呢 要看报表 对吧 同学们有炒股的都知道 那最终的话呢 是要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面 就他的一个财务报表情况 到底是吧 财务状况怎么样 经营成果怎么样 现金流怎么样 如果说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一个公司 是吧 那是机油股 那好 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长期的投资 而有些公司呢 他的业绩可能并不是很好 我们如何判断业绩的好坏啊 那看报表啊 对吧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会计信息 我怎么投资啊 那没法做决策了 第四个 有利于债权人做出受信决策 你比如说银行 他要受信 什么叫受信啊 就是说给他一个额度 比如说银行给咱们了这个100万的一个借款额度 随时可以去借 只要是在100万的借款额度之内 咱们随时打个招呼 银行马上把钱就过来了 把钱给到咱们了 好 那么有些大公司 他的还债能 债权人要关心什么 关心偿债能力啊 是吧 他资产负债率还可以 是吧 他钱很多 负债很少 那银行银行呢 就愿意把钱借给他呀 那就给他受信 受信的多一些啊 所以有利于债权人做出受信决策 第五个 提高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运作的效率啊 那显然我们的资本是逐利的 在资本市场上 在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上 成熟的资本市场上 是吧 那我们的资金是追逐一些 是吧 高回报率的一些 这个投资项目 所以说呢 那会使得我们的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啊 更高 那我们的资金的回报率 整体来讲会更高 收益率会更高 这就是会计信息的一个作用啊 不用背啊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第二个 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是指 会计信息符合会计法律 会计准则等规定要求的程度 是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能力和程度 所以这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你得符合相关规定 第一个 这兜底的 第二个呢 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之下呢 那你要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能力和程度 那这个能力越高 程度越高 显然你这个会计信息质量就越高 他这些东西比较虚的啊 来点实际的吧 那么来点实际的就是考试要考的这些内容 这关于会计信息质量啊 有八个信息质量要求 好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呢 是对企业财务报告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 是使财务报告所提供会计信息 对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 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 好 主要包括什么呢 可靠性 相关性 可理解性 可比性 实质中形式 重要性 谨慎性 及时性 好 同学问啊 老师我要不要把这八个全背下来啊 这你数一数一共是几个质量要求啊 八个 呃 背下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但是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当然背下来更好啊 你现在重点要做的就是 要掌握住每一个质量要求它的含义 以及常见的案例应用 对吧 我们最终考试要考的是一种职业水平嘛 我们现在说这会计资格评价嘛 水平评价其实初级还是中级还是高级 是吧 你的水平是初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高级的 最终是要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解决什么问题啊 拿过一个会计事项来 我们如何去处理 对吧 或者这个事我们应当是这样处理 为什么它体现了什么质量要求 是吧 为什么体现什么质量要求 比如这里面有个谨慎性经常考的 那你得知道给你一件事啊 为什么这么做啊 体现的是谨慎性 为什么不那么做啊 那最终是要解决我们的实际的经济事项 怎么样去处理的问题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最终目的 考试绝对不会考 请默写一下 咱们质量要求 请默写完整的默写一遍 八个 你不会这么考的 所以这个你没有必要背 第一个 首先那是可靠性 重点看它的含义 每一个质量要求的含义 以及案例应用啊 所有的可靠性啊 就是不做假账呗 那这很好理解啊 你都是假的了 你可靠啥 那后面不用看了 所以说可以看到 可靠性是排在number one 排在第一位的 如果说都是假的 你这个信息 你后面再相关也没用 就跟结婚找对象一样 这个人 首先你看他的人情怎么样 可不可靠 如果这个人呢 仪表堂堂 是不是啊 长得呢 很帅气 也很漂亮 花言巧语 但是一句实话都没有 那后面都不用看了 好 可靠性呢 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 或事项为依据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如实反映 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会计要素 及其他相关信息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 说完了就在八个字嘛 这就是可靠性 不再解释 因为很好理解 不得为了达到某种 事先设定的结果或效果 通过选择或者劣势 有关会计信息 影响决策判断啊 来 今年教材啊 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 例如 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 进行评估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是吧 这是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说这个应收款项啊 说不上来 我们要评估啊 那么不是基于应收款项的 信用简直迹象的客观事实 来进行职业判断 并获得评估结果 而是迫于股东或者管理层压力 是吧 提高当期利润 或者说降低当期利润的主观意图 这其实是并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的 有些时候 老板让咱们把利润做的高一点 老板做利润那么高干嘛呀 那么这个公司业绩会更好看一些 好看了怎么着啊 好看了就可以能够借到更多的钱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甚至说可以上市 达到上市的条件 会有这个提高利润的这么一个意图 对吧 这样一个动机 也有的时候啊 有些管理层或者老板啊 希望咱们啊 把利润做的低一些 对吧 那做的低一些 为什么还能把利润做的低一些啊 希望少交税 对吧 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 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带有我们主观意图了 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么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也就是会计核算吧 会计核算啊 那么信用减则损失 而达到操纵当期利润的目的 显然这就是不可靠的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操纵利润啊 不行 这个利润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们应当是基于客观事实来核算 我们到底赚了多少钱 而不能是听老板的 或者听你这个领导的 老板让咱们怎么做账 或者领导指使我们把利润做成什么样 不行 不能这么搞 你这么玩 容易把自己玩进去 这可不是吓唬你啊 在现实当中 有很多会计啊 就是这个可靠性这个要求达不到 就进去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第一条这个底线啊 这个要求可靠性 第二个相关性说白了就有用 说白了就有用啊 就是跟决策相关 相关不就有用吗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 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不相关的就是没用的 那么有助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 说白了就是投资 主要就是投资者嘛 那么对企业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情况 做出评价或预测 教材在这块举了大量的案例啊 所以教材今年这块呢 相关性啊 变化还是非常大 举了有四个例子啊 这块要特别注意 今年有可能在这命题 举例第一个 在财务会计报告当中 我们要区分收入和利得 费用和损失 那么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评价企业实际的盈利能力 是吧 实际的盈利能力 就是说你实际赚钱的能力 同时还有助于预测 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那有同学问老师 什么叫收入 什么什么叫收入利得 什么叫费用损失 收入和利得有什么区分啊 什么区别啊 我们后面呢 再讲到会计要素的时候啊 再给大家具体展开说 现在你只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收入和利得 费用和损失的区别啊 就是说收入啊 是你的日常活动 对吧 收入是你的日常活动 就是说 坑吃坑吃干活 赚的钱啊 就叫收入 而利得呢 是非日常 是吧 利得啊 是非日常 所以说 一个是日常 一个是非日常 什么叫非日常 就是不是过日子的 导致是吧 经济利益流入呗 说这个钱啊 我们赚的这个钱啊 是别人捐赠过来的 咱不是要饭的是吧 咱也不是乞丐 哪能天天接受捐赠啊 是不是 你还要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利得呢 什么什么叫利得啊 我是对外的这个 炒股投资 是吧 放贷款等等啊 我对外投资 像这些赚取的一些差价 赚交易差价 我炒股 我天天没有心思上班了 我天天炒股去了 那这个啊 我们就你要区分出来 我们要求区分 这个其实就体现了相关性 我们的投资者 我们的报表使用者啊 报告使用者 实际上是非常关心这块的 非常关心的 你到底哪些钱是你真本事赚的钱 是吧 你的主营业务赚的钱 哪些钱是你投机取巧 是不是 一些不能够长期维持的 长期维持的 飞机上活动 你包括炒股啊 或者说接受捐赠啊 等等一些 包括卖设备啊 变卖设备啊 等等 这些东西是不能不能长久的 好 那这是体现相关性 那这个信息要有用 如果说混为一谈 那投资者将无法做出辨别 我搞不清 那你这个钱到底怎么赚来的 好吧 这个是不是能理解啊 举例 二 我们要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那么有罪财务快捷报告 使用者评价和预测 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 这个举例啊 其实就是我们有罪投资者 是吧 咱主要债权人了 说报告使用者除了投资者老板之外 还有谁啊 债权人吗 要关心什么 关心他的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 你比如说银行 银行 他把大量的钱啊 借给企业了 企业能不能还钱 能不能如期的把本金和利息还上来啊 银行是不是关心啊 关心咱们企业的偿债能力 那怎么看啊 那你得把这个流动资产和这个非流动资产要区分开来 那什么叫流动资产啊 就是一些短期的资产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是开始 因为这些举例都涉及到后面的知识了啊 我们先简单给大家解释啊 呃 那当然它是流动的了 是吧 你包括一些应收账款啊 说现金 也像存款 应收账款 像这些它是短期的 很很短的期间呢 我们就能够把应收账款给收上来 啊 甚至说直接就是钱 它的偿债能力当然是比较强的 而且是短期偿债的 是吧 它流动性就比较好 说流动资产越多 那就流动性越好 什么叫资产的流动性 像水一样流动的意思 就是说资产会很快的就会转化为 其他的形态 资产很快就会偿债 偿还掉 或者转换成其他资产 是吧 它能够变现 容易变现 那当然它短期的偿债能力就比较高 那所谓的长期资产 你比如说房子呀 设备呀 这个包括一些车辆 那么这些长期资产 它能够很容易变现吗 它不容易变现 那你想想 如果说有一笔借款 三个月到期 是吧 有一笔借款三个月到期 它账上一分钱都没有 就只有一栋房子了 你想想 三个月之后 这个款项就要到期 就要还钱 它有钱还吗 它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很难 房子的流动性很差 想把房子卖出去 麻烦着呢 是不是 有人有没有人买是个问题 就算是有人买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手续比较复杂 那很可能三个月之后的这个借款 可能就无法偿还 那造成资金链断裂 所以说呢 这就是牵扯到我们这个支付能力 偿债能力的问题 是吧 偿债能力 包括一些应付账款 能不能如期偿还 你大量的奢购 你总不能 一直 是吧 你占用人家资金 你不还钱 所以就有必要把这个短期的资产和长期资产给它分开 这体现了相关性 短期资产决定了短期的偿债能力 长期资产 那么关系着资产的长期的偿债能力 第三个案例啊 在今年教材举到的 就是在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同时 那么我们应当区分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那跟刚才这个相对应的 那么流动负债就是短期负债 非流动的就是长期负债 由最财务快捷报告使用者评价和预测企业的 短期长债能力和长期的长债能力 那刚才已经解释了 其实跟刚才那个举例二是吧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必须要区分啊 那投资者得需要得清楚的知道 我们哪些负债是一年之内就会到期啊 所谓的短期就是一年之内的 那他得着急啊 那就把这个钱赶紧的给弄出来是吧 别到时候过期了 短期的嘛 比较着急 财务风险比较大 但是非流动负债呢 那长期的说 这个本金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才还 才偿还呢 那你得把这个事单独拎出来说 那投资者看到之后 他就知道了 哦这个钱五年之后才还呢 不着急 能够保证 把这个利息的钱给他流出来就行了 是吧 不需要准备大量的这个现金 大量的营运资金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现金的话呢 你企业里边放太多的钱 其实没有用的 是吧 所以大家意料注意啊 咱们企业里边 你一定不要存放大量现金 让钱啊 投出去 让钱让资金赚起来 是吧 让资金赚起来 才能够实现更多的增值嘛 这是关系的我们财务报告使用者 他的一个投资决策 到底我们的现金应该是 是吧 储备多少钱 是吧 这是关系的我们的投资决策 关系的财务管理决策的 好 这是举例三 那跟我们的报告使用者相关的 也提一下相关性 举例四 那么实施资产减资准备 快捷政策 好 资产减资准备 说我们资产有没有可能减值啊 当然有可能了 我们实施这个政策 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者 做出决策过程当中的 谨慎性啊 谨慎性 对吧 那这是要谨慎的 我们如果说你不实施这样一个政策 那投资者看到你这个快捷信息 实际上他这个信息是虚假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项这个固定资产是100万 因为技术的进步 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变化 我们这个固定资产啊 比如这个100万的是一个设备 是吧 是设备 他可能创造不了100万的经济利益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减值了 减值了80万 那好 那就有20万的损失 这个损失叫做减值损失 那我们实施了这样一个快捷政策 我们给到投资者的信息就是80万 而不再是100万了 投资者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那他就会比较谨慎 是吧 那这个角色他就会他就会谨慎 什么叫谨慎啊 这个谨慎性我们后面就会说啊 后面就会说 所谨慎性啊 其实就是不高估资产 那资产减值了 那不就不能高估了吗 好 然后呢 是适度引入供应价值的信息啊 这也是我们相关性的一个体现 那么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提升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啊 我们前面一开始讲会计概念 是不是举到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来 说老板给了一千万 咱去买房了 那么呃 房价涨到一千五了 那这个房子是干嘛的 是出租的 那这个商是投资性房地产 对吧 是投资性房地产 哎 你这个房子买过来是出租 那好 我们要确定这个租金啊 那因此 如果说这个产权交易市场是成熟的 有供应价值 那好 我们可以用供应价值来去计量 对吧 那你还比如说 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 那么这个金融资产是什么来着 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啊 如果说一直听我课的话 应该知道 当时我跟你说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什么来着 是炒股实际上 对不对 炒股的话呢 是记载了交易性金融资产里面 那这个我们用什么积粮属性啊 就有供应价值 那就是用供应价值 因为炒股嘛 时时刻要关心股价 那就相关的 你给炒股相关的信息才行 如果说老板是在炒股 对不对 结果那你报告的这个金融资产 是用成本来计量 那老板哪知道 到底这个股票该不该卖了 该不该抛售了 所以说有之以提高预测价值 提升信息的实用性 这就叫相关性 好 今年教材啊 列举了这四个案例 那么今年的考试当中 是极有可能出现在选项当中的 如果出现了 你得知道 这个体现的是相关性啊 当然了 这里面有些案例 可能不光是体现相关性 还有可能体现谨慎性 你比如说这个举例四 说这个资产减值准备 其实不光是体现相关性 还体现了谨慎性 对吧 还体现了谨慎性 好 第三个质量要求啊 是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呢 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 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那这个很好理解 可理解 那就能理解呗 好 今年呢 教材也对这个要求呢 举了一些案例 好 那么举了两个案例啊 来看第一个举例 那对于财务会计报表当中 具体减减准备的资产项目 在财务会计报表的证表当中 采用金额来列示 在这个教材编辙 就是最熟悉了 教材编辙放不过这个减值了 这个具体减值啊 你看啊 前面刚才这个地方列举了啊 是相关性 让投资者知道这个资产减值了啊 跟他的决策相关 同时呢 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他的可理解性 刚才不是举例子吗 100万的设备买过来的 那后来发现他只值80万这个设备 那就减值了20万吗 对吧 那就净额列示外 那净额怎么出来的 净额就是100万的成本减去20万的减值 80万 我们要按照80万来去列示 来去报告我们的会计信息啊 报告老板 我们这个资产啊 现在的价值是80万 同时呢 在付诸当中说明 相应的 已经计题减值准备的金额 那你得单独说一下 单独来说明 我们这个设备呢 是减值了20万元 那为什么在付诸当中 披露说明啊 体现了就是可理解性 这个信息呢 是清晰明了的 那第二个举例 财务会计报表当中 汇总合集列报的项目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当中 这个货币资金存货等等 这些项目 那么应当在付诸当中 逐项的列示 说明其明细核算信息 比如我们的货币资金 就是钱啊 是吧 货币资金说来了 那不就是钱吗 那这个钱包括什么 这个钱包括现金 也包括银行存款 还包括其他的货币资金 那我们是在报表当中 汇总列示的 如果说你不在付诸当中 详细的说明他的明细的话 那约投资者可能就不知道 我们的货币资金 说到底有什么 现金有多少 银行存款有多少 其他货币资金有多少 那你得说明 还比如说存货 我们这个存货 报表当中就只有两字 存货多少钱 那投资者也需要关心 我们的存货 到底有哪些明细信息 有多少再产品 有多少产成品 有多少半成品 有多少原材料 有多少扩存商品 有多少周转材料 我存货 它是一个大家庭 是吧 存货是一个大家庭 是吧 这个子孙满堂啊 特别多 那你得需要在付诸当中 做一个披露 做一个说明 那体现的就是可理解性 让老板啊能够理解 好 这是这两个案例啊 第四个啊 就是可比性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 会计信息应当相互可比啊 就可以比较没 那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 那这个叫纵向可比 说白了 就是我只看我本身 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有什么变化 我长胖了吗 是吧 我长高了吗 那是一样的指标 前后各期 这叫纵向可比的 那么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 我们要求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 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所以我来讲 去年 我 哈 一百斤 今年呢 长肥了 长到一百二十斤了 那必须得就是什么 要求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事项 又说体重 是吧 对人来讲 体重 都是针对这一件事 来去做前后可比 你不能拿去年的体重和今年的血压去做比较 这两个没有任何意义 去年体重一百公斤 今年的血压呢 一百二十千帕 那单位都不一样 什么可比性啊 我们要求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事项 而且要采用一致的政策 这个体重去年凉的时候是早晨啊 早上空腹 吃饭前凉的 而且脱了鞋凉的 今年你在凉体重的时候 你就不能吃了饭穿着鞋凉 是不是 同样的都是早上空腹 把鞋脱了凉 凉你的体重 好 这么这个政策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那这样我们前后各切的信息才是可比的 那这里面就一个说法啊 说不得随意变更 有没有说不得变更 没有说吧 他说的是不得随意变更啊 随意两个字 你可不能随意的去掉 但是他说 如果说按照规定 或者在快捷政策变更后 能够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快捷信息的 那么企业能不能变更 可以变更 所以我在这呢 着重强调这两个关键词啊 一个是不得随意变更 一个是可以变更 你要是不仔细看 你可能会觉得 老师这不是矛盾吗 前面刚说了不得随意变更 那么后面就可以变更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快捷政策是可以变更的 同学们将来考中级考猪快 是吧 或者考税务师 那这里面有一块 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 那这一块呢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吧 有难度的 但是咱们初级不考 你不用担心啊 初级不考 你不用担心 那所以初级来讲 你就只需要知道 并不是不能变更 所以这随意点 他也不能去掉 所以考考判断题 根据可平要求 我们的企业呢 会计政策不得变更 错了 错了啊 错了错了 好 所以是可以变更的 如果说变更之后 能够使得我们的信息 更加可靠 更加相关 那没有问题 好 那这块呢 因为我们初级不考啊 所以我们在这不举例子了 不举具体的这个政策变更的例子了 我们政策变更也并不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说这块呢 并不会考你 那你只需要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 第二个 不同企业相同期间可比 我们要求这块就是横向可比 说你和我咱俩 相同的事啊 也相同的事 那也是可比的 说你当今年赚了100万 我今年赚了200万 那说明我比你赚钱多 那这两个指标 说这个利润啊 如果说要可比的话 我们要求 必须是采用相同的企业快选准则 相同的政策算下来的利润 你比如说 你用的是新的收入准则 我用的也是新的收入准则 两者是可比的 反过来 如果说你那个利润100万 用的是老准则 老的收入准则 而我这边200万呢 用的是新的收入准则 那我们两个的信息是不可比的 好 这样能听明白吗 是不可比的 所以他在说呢 说不同企业 是横向的嘛 咱俩不同企业嘛 同一期间发生的 仍然是强调相同 或者相似的交易或事项 要算利润都比利润 要算收入都比 都比的是收入 要算这个存货 都比要的是存货 应当采用一致的政策 同一快选政策 那么确保快选信息口径一致 相互可比 那么保持不同企业相同时期 快选信息的可比性 有助于快选信息使用者 了解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及其差异 财务状况就是资产负债表 说你的资产负债表和我的资产负债表 有没有可比性 有可比性 咱们都是执行的企业快逐政策 包括经营成果 说这个利润表 现金流量 说现金流量表 我们可以比较我们两个之间的差异 金眼呢 是吧 去比较分析呀 进一步的做财务分析 那么不同企业 是吧 相同时期的快递信息 产生差异的原因 是吧 比如说咱们俩呢 都是一个行业的 都是房地产业 是吧 好 你的资产负债率 是30% 我的资产负债率是50% 咱们都是同属在一个行业 好 那这个时候一个行业 资产负债率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我的资产负债率比较高 我就可以 咱俩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了 你这边资产负债率多少啊 咱俩都是同行 你这边30% 我这边60% 我这边可能混的不如你好 我这边负债好像有点太多了 是吧 这是可以这么分析 我的常债能力没有你好 但反过来 我可以借到更多的钱 可能从另外一方面 投资者也可能会观察到 我的信誉状况可能会比较好 或者我的信用能力比较好 是吧 我能够借到这么多钱 我接下来的钱 可以去有更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 可以去投资 利用杠杆来赚取超额的一个回报 所以说呢 这个不见的就一定是坏事啊 那总而言之 我们是可比的 是吧 你的资产负债率和我的资产负债率 当然有同学是老师 你谈到了好几次 这个资产负债率到底什么意思啊 资产负债率啊 就是负债除以资产 负债除以资产嘛 资产负债率嘛 说比如说资产呢 是一千万 说我们企业资产一共是一千万 啊 那么这个一千万呢 假如说呢 其中啊 有六百万是借来的 有没有可能啊 是太有可能了 是不是恒大 恒大他自己 他自己没多少钱 他借来了 不是借来了好几万个亿吗 他自己只有几个亿 借来了好几万亿的钱 那资产负债率估计比百分之百分之好几百好几万 那正常企业来讲是百分之六十的资产负债率 其实很正常 一共一千万 其中六百万是借来的 也就是说白了 只有四百万是你自己的钱 只有四百万是老板老板的钱 也就是所有者的 而一千减六百不是四百万吗 对吧 这一千万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六百万借来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老板的 这样资产负债率 那好 那这样的话 不管是负债也好资产也好 那这个这些指标我们都是可比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分析 不同的企业相同时期的会计信息 产生差异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全面客观的评价 不同企业的优劣 并且呢 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 好资产负债率 是不是要降低一些了 或者我的资产负债率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一些 进一步的加大借款 是吧 加大财务杠杆 好 这就是可比性横向可比 包括纵向可比 包括横向可比 那这块要知道 什么叫纵向可比 什么叫横向可比 接下来看2020年的一道单向选择题 在不同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 或者相似的交易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说不同的会计期间 这是纵向 去年和今年的 这是纵向的 就针对一个企业来说的 那这当然是体现了什么 是可比性 而且是纵向的可比性要求 选择C项 你看考题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真的考试的时候 其实并不难 接下来第五个 实质中一形式 只能要求 那么实质中一形式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来进行会计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说完了 进行会计核算 那么不仅仅以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一句 我们看的是经济实质 而不是法律形式 大部分情况之下 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是一致的 对吧 大部分情况 它俩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说两者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的是经济实质 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 对着抽象 我们举两个例子 教材的话 举到了第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租入的资产 说这个资产不是咱们的 是租来的 那你说 我们前面是不是举到过 说这个资产是租来的 那不应当是咱们的资产吧 但是你看好了 是我们的资产 我们应当确认为我们企业的资产 什么资产呢 叫使用权资产 为什么 它的经济实质是取得了控制权 这个资产我租过来了 比如说这个资产呢 是吧 寿命是 这个资产能用十年 寿命十年 比如说这个租期啊 也是十年 你想想这个道理 这个资产 它寿命十年 十年之后 这个资产就该报废了 我租期也十年 那说白了 你不就能够完全控制它了吗 那你不就能完全 比如我租来的一种厂房 我租来的一个设备 你 这个资产完全就是给你卖命的呀 你能够完全控制它 什么叫控制啊 就是你能够让它给你干活 让它给你创造经济利益啊 创造价值啊 让它给你赚钱呢 那说这不就是你的资产吗 实质就是这回事 你管它什么形式的 管它是不是你的 法律形式 管所有权 而资产不是我的 那有什么用 没有意义 所以说你看 我们要讲道理 还讲道理 经济实质是道理 法律形式 它只是穿的衣服 是不是 我们要看这个衣服 里边是什么 而不能只看它外表是什么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标注 说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啊 我们后面呢 讲到使用权资产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介绍 这两块的话呢 是简化的处理办法 比如说短期租赁 说我只租三个月 那你就别确认资产了 是吧 时间比较短 你还比如说低价值资产租赁 这个东西 是吧 低价值的嘛 价值比较低 那么按照重要性要求 那就简化处理了 我们后面就会讲 重要性要求啊 好 那么这个案例 大家必须要知道 这是教材谈到的案例啊 它体现了实质重心形势 那第二个案例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 说已经售出了 我卖出去了 说我是服装厂啊 我这个衣服啊 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为了确保到期收回货款 那钱小子不想给了 是不是啊 这小子我要留一手 我要牵制他 对不对 这小子如果说 到时这个钱啊 不给我们 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所有权 不给他转移过去 说暂时的保留了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通过什么措施 来保留这种商品的法定所有权呢 我可以不给他开发票啊 是吧 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了 我再给你开发票 所以说老师那开不开发票 你都商品卖出去了 你能能不给人家开发票吗 那可以啊 已经售出 只是商品的控制权转移出去了 那我可以不给他 他没给钱 我凭什么给他开发票 是吧 发票那只是一些法律形式 我可以保留这个法定所有权 实指什么 实指是控制权转移了 我要不要确认收入 要确认收入 就算是钱还没收上来 那我也要确认收入 那这也是体现了权责发生制 法律形式是所有权没转移 对吧 所有权没转移 好 那么我们就列举这两个案例 当然了 还有更多的案例 我们不在意列举了 包含 但不限于这两个 我们后面再讲到 后面章节的各个知识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了 我再给大家做强调 比如说讲到后面某一个点 我说这个点呢 体现了咱们信息质量要求当中的 实指中心形式 好 大家注意啊 注意听的时候 去前后对照一下 我们后面在学习的时候 还要不断的回过头来 再去对照我们这里的学习内容 第六个啊 重要性 刚才已经谈到了 那么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 快捷信息应当反映 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有关的有关的所有的什么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 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 那么那这里面就谈到这个到底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 那是不是有一个标准要判断啊 这个怎么判断呢 不同企业它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 重要性的应用啊 需要依赖职业判断 职业判断 那这个职业判断 从哪些方面判断 请当根据其所处环境和实际情况 从项目的功能 性质和金额大小 多方面来加以判断 比如说某些项目的功能和性质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就算是它的金额比较小 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事 啊 你也比如说有些呢 它是金额比较大 那我们不管什么事 说金额比较大的 那一般来讲是比较重要了 这是个重要的事了 金额越大 那越重要吗 这是我们要综合的啊 我们要综合的啊 从多方面来加以判断 那都要考虑 那到底我最终是看项目的功能性质 还是看金额大小啊 那要依赖于你的职业判断 老师你明确的告诉我一下 我怎么该职业判断啊 没法告诉你 没法告诉你 这就是什么 理论和实际的差别 实际的工作场景是什么 你是小公司还大公司啊 是不是 人家王建林说了 先赚他一个亿 实现个小目标 是吧 有一次采访 先赚他一个亿 先把这个小目标给实现了 那对于咱们一般的小公司来讲 你这个公司整体市值能值一个亿不 还小目标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金额大小 到底什么是金额大 什么是金额小 没有一个标准 给到你 自己判断去 好 那接下来呢 教材也列举一个例子了 第一个 是关于项目的兴趣 第二个是量 金额大小 那当然还有一些 呃 项目的功能啊 功能性质 你可以放在一起来说 好 我们首先看项目的性质啊 教材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 说企业发生的研发支出 属于研究阶段的支出 对吧 我们后面讲到无形资产就会讲 我们有些无形资产啊 你比如说专利 我们很多企业都有一些 一些专利技术是吧 你比如说 呃 有一些发明专利啊 有一些发明专利啊 呃 包括一些技术 对吧 哎 包括一些技术 好 那么这些啊 你是企业自己研发的 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行啊 这个专利能不能行啊 目前正在研究着呢 将来能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节省我们节约我们的成本 是吧 那不好说 那么尽管说多数情况下 其金额比较大 说研究阶段啊 都投进去了一千万了 这一千万有没有可能打水漂啊 有可能 有可能一千万把这个钱给砸进去了 最终呢是被水泡了这一千万 没有形成任何的经济利益流入 将来形成不了资产 带来不了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没用 说白了 这一千万打水漂了 但是从其功能来看呢 尚未形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资源啊 这些都是不说人话 说这些东西都是很抽象的说法 是吧 说白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一千万投进去了 这个技术可能没研发出来 研发失败了 这么去想 有没有可能 说研发失败 对吧 研发失败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什么叫研发失败 没有形成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竞争力啊 这个技术用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啊 是吧 没人买啊 或者说你这个技术并没有使得我们的生产成本或者是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还是没有竞争力啊 是吧 成本在那摆着 那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它降不下来啊 你比如特斯拉同学们说 新能源这个车特斯拉都知道吧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现在是全球首富世界首富 特斯拉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为什么他的汽车的价格能一降再降 以前那时候都说他是豪车 做四五十万一辆 现在就价格降到了二十多万的区间 他为什么能够一降再降 就是他的成本在降低 他为什么成本能够降低啊 他有大量的发明专利和技术 有创新啊 是不是 所以说他能够把成本压下来 别的企业做不到的事他能做到 那这样他就形成他的独到的一个市场竞争 你看新能源汽车谁都干不过他 所以说这个研发之初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技术啊 那这个不好说 如果说是在研究阶段的话 那这个好我们现在说 在发生间 作为什么 作为期间费用来计入当期损益 什么叫期间费用啊 这个也牵扯到后面的知识了 作为研发费用 在报表上是作为研发费用来劣势的 是吧 什么报表 利润表 直接走利润表了 并没有形成资产 所以说花的这一千万 直接就是走费用了 并没有形成为我们的无形资产 正常来讲 如果说你这个研发如果成功的话 如果说研发成功 研发成功 那这个形成一个专利了 那是要申请发明专利 比如说各种专利权的 那是受法律保护的 那就形成了什么 无形资产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无形资产 那显然是一项资产了 这就是体现了什么 重要性要求 那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如果研发成功 那这个项目 这个性质就比较重要了 功能比较重要 无形资产能够说这个发明专利 可能这个专利 你一旦被你发明了 然后呢 也注册了 那未来的十年 或者十五年 法律保护你 谁都不能用这个专利 如果别人用 那是要给你钱的 是吧 如果别人不打招呼 用了你这个专利 他就侵权 你可以告他 那这不就是给你能够带来 是吧 预期吗 是吧 预期他能够给你带来经济利益吗 如果那 那就重要性要求 那现在你发生不了 那就 那不是 那就作为费用了 费用是什么 什么是费用啊 经济利流出了 好 那这份呢 因为牵扯到大量的后面的知识啊 我们就解释到这儿了啊 我就解释了 解释到这儿 那么 你能尽可能听啊 听不太懂啊 也没有太大关系啊 我们后面的话呢 学到 学完后面的章节知识 你再回头来看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 就关于这个量 就金额大小 从金额大小来去判断 它是重不重要 那么企业发生的 某些支出金额比较小 从支出的收益期来看 那可能需要在若干的 若干会计期间呢 来进行分摊 是吧 虽然说金额比较小 但是 它需要的 它可以说白了 就花小钱办大事啊 就钱比较小 但是能用好多年 但是根据重要性要求 我可以一次性的击当期损益 击当期费用 是吧 你比如说咱们做会计啊 买那些账本 花那个十几块钱 买个账本 或者说 买个计算器 A4纸 是吧 打印的话呢 那这管理部门买的一些A4纸等等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甚至说几千块钱 甚至说大公司的几万块钱 那不同公司对这个金额大小 它这个感觉不一样 大公司几万块钱 那都是小钱啊 是不是 没有必要 不重要 虽然说 咱们就举个极端例子 你比如说买了个计算器 买了个计算器 花多少钱呢 花了五十块钱 这个计算器 能用好多年吧 铁定 你说哪个计算器 就用一年就坏了 虽然说就花了五十块钱 我想不管是什么公司 五十块钱金额都不大 但是这个计算器 是吧 它能有好多年 意思就是说 从收益期来看 它能够在未来很多年收益 咱们都能用这个东西 正常来讲 你要比如说能用五年吧 那这个计算器五十块钱 要在未来五年那分摊啊 一年十块钱 这不吃饱了撑着吗 至于吗 是不是 就五十块钱的事 你也太较真了吧 还不够费劲的 还不够 所以根据重要性要求 算了算 一次性的 把这个五十块钱走费用了 五十块钱 一次性走管理费用得了 你要是分摊去 那就被别人能笑死 那就别去资产了 是吧 那直接走费用就行了 我们后面呢 讲到要素 我能不能再给大家说啊 说资产和费用的区别 当然教材也举了例子了 比如说第一次一号品 像这些计算器啊 A4纸啊 打印纸都是第一次一号品啊 它可以采用一次摊销法 是吧 一次性的把这个五十块钱啊 摊销到费用里面去了 如果说金额比较大 老师 我这个计算器买的不是五十块钱 我花了五百块钱买的呢 可心疼了 行 五百块钱 你可以分次摊销 分两次摊行不行 或者说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那对大公司来讲可能也不较钱 那也可以分次摊销 对吧 比如说五五摊销 好 那具体老师 哎呀 到这有点难了 老师 这个分次摊销法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你可能需要等到讲完会计要素 可能就能够理解的更深入一些了啊 后面就马上就讲会计要素啊 是吧 等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啊 第二章讲会计要素 然后呢 等到讲完资产 那你就彻底明白了 好吧 现在呢 先混个脸收 那么上位摊销的部分啊 作为周转材料 是吧 合并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啊 而不作为单独项目来列爆啊 那这些都是体现的这个是重要性要求 是吧 上位摊销的部分是我们的存货 那不需要单独项目列爆了 你不用在报表上单独把这个周转材料给列出出来 是吧 统一归并到这个存货里面 为什么我们认为周转材料这个信息并不重要 是吧 这个信息并不重要 然后呢 存货这个信息是重要的 好 那这块呢 从整体上呢 先感觉一下就可以了 感觉一下 那么不妨呢 把这些小案例啊 稍微记一下 稍微记一下 好 第七个就是谨慎性 所谓的谨慎性啊 就是不吹牛 是吧 谨慎低调一些 那具体的要求啊 就是企业对交易或事项呢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应答保持应有的谨慎 那么不应怎么着啊 高估资产收益低估负债费用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你不应当这么着的 高估资产收益 当然了 资产收益是好事 我们很容易高估 负债费用是坏事 虽然说你后面具体的会计要素还没学 但是你没学会会计也都知道 负债费用是坏事 我们很容易低估 资产收益是好事 很容易高估 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这么办不行 我们通过例子来看啊 比如说这是教材列举的例子 例如第一个 我们要求企业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 进一提资产减值准备 对吧 你比如说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了 说我们有一个设备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了 说买了一个设备啊 花了一百万 那现在呢 减值了 他只值八十万 他只能创造八十万的价值了 那另外二十万 那就要记题资产减值准备 那很显然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不能高估资产 如果说你不记题这个二十万的减值 你仍然按照一百万来对外报告 显然这个信息是高估了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一百万是高了 高了 这个高了行不行 不行 那要把它作为八十万 是吧 不能高估 因为他只能值八十万嘛 好好理解吧 所以不能高估资产 收益 好 第二个案例 我们要求企业对售出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 确认预计负债 我们把产品卖出去 你不能说 卖出去不管了吧 那不是一锤子买卖 卖出去 那不管是从法律层面 那有规定 或者说从行业的惯例方面 那都有保修义务的 比如三个月 售出商品三个月保修 是吧 或者一年保修 说你买车的话 你从这个是吧 这个4S店买车 那可能要保三年的呀 发动机等等这些 是吧 主要的配件 那如果说商品在卖出去之后 他发生了质量问题 他回过头来客户啊 回过头来找咱们 咱们要给他修 那修的话 那就要发生支出 那对咱们现在来讲 只要把产品卖出去 就算是他还没有上来找上门来 那咱们也要提前 确认一个预计负债 有时候也可能心里想 说老师这个保修义务 这未来不一定啊 我把东西卖出去 有没有可能说 这个产品就没有质量问题啊 有可能 那我怎么现在还要确认预计负债 对呀 为什么 谨慎性啊 用谨慎性这个要求 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啊 所以他都是有用的 咱们这些质量要求 是吧 那你可以预计吗 说商品卖出去100万 我们预计其中5%将会发生 较达质量问题 对吧 预计将会发生 很可能发生相关的维修费 比如说 会发生2万块钱 或者1万块钱 那我现在要确认预计负债 是吧 要提前的要确认预计负债 1万块钱 这就是什么 我们不能低估负债 是吧 不能低估负债 如果说这个预计负债 你这个100万块钱 我不确认了 等到将来保修 保修义务实际发生的时候 我再走费用吧 能不能行 不行 你现在低估了 你就低估负债了 不行 不能低估负债 包括第三个 对很可能承担的 这个环保责任 那也要确认预计负债 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环保责任 你这个是吧 污染空气啊 污染水资源啊 那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 那我们也要提前确认 不能低估 不能低估 那相对应的就是 涉及到收益和费用了 收益也不能高估 那么费用呢 也不能低估 比如说 我记题减入准备20 那相对应的就是 损失了 因为我们要记题 确认资产减入损失 是吧 资产减入损失 或者信用减入损失 那相对应的就是 这个费用也没有低估 是吧 你这个保修义务 预计负债1万元 同时也要寄到 销售费用里边 是吧 所以同时把负债确认了 销售费用也确认了 那这样 就是没有低估负债 或者费用 讲到这儿啊 有同学就 开始听得有点晕了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第一章啊 涉及到大量的后面的知识 是吧 而且呢 我们初级对这一块啊 是吧 对于这个后面两个啊 我们初级是 不要求掌握的 不考 不能说不考啊 是不要求 掌握他的账目处理 是吧 就第二个和第三个啊 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啊 你只需要怎么着啊 只需要知道这俩事 体现了谨慎性要求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怎么做账目处理啊 你不用管 咱们初级是不考的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初级是要考大家账目处理的 那后面呢 学到具体章节 大家要把相应的账目处理要记住 对吧 所以这个从案例的角度来讲 你要知道 他是谨慎性要求 他是可以考你的 好 来看一下去年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体现谨慎性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有谨慎性的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 记题折旧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 记题折旧啊 这个能不能体现 你看这个考题就涉及到大量的后面的知识了啊 一定要注意啊 固定资产啊 我们有很多种折旧方法 什么叫直线法呢 就是平均折旧 是吧 就是平均年限法 就是平均年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设备是一百万 是吧 那么能用十年 好 那平均的话呢 一年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十万块钱 这就是平均来算啊 那显然他体现谨慎性吗 他并没有体现 我们所说的谨慎性是什么 是吧 是不高估资产收益 不低估负债费用啊 他这是正常的做法 是吧 那正常的处理啊 正常的按照全责发生制 是吧 根据会计分析假设 来去处理啊 所以A 不能体现谨慎性要求 除非说你是加速折旧啊 加速折旧的话 才是谨慎性 什么叫加速折旧啊 本来是现在是正常折旧 是一年折十万 我现在我加倍 比如说我加速 所谓的加速折旧 我不提十万了 我呢 加倍 我提二十万 我第一年我提二十万折旧 那你想想 二十万折旧提完之后呢 那就由一百万减二十 就变成八十万了 本来是 是吧 本来是九十万的设备 那现在就变成八十万了 那我想请问 是不是 不高估资产了 那这个时候 加速折旧 才是体现的 谨慎性质量要求 所以A呢 如果说直见法 那体现不了 好 B 低值一号品 金额比较小的 在领用时 一次性进入成本费用 好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体现的是重要性的啊 撰旧要求 C 对售出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 确认预计负债 刚才已经说了 是吧 是这个 保修义务 然后呢 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境之时 既提提加准备 这个也正确的 这个是存货的建制 是吧 我们存货的成本高于可变境之 好 这个呢 先不求甚解啊 我们后面讲存货的时候 第三章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呃 存货的成本 你比如说 我说这个存货啊 我是买过来的 花了一百万 存货成本一百万 然后呢 可变境之 你从字面意思 你也能看得出来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变现的 境之 意思就是这个存货 到底能够变现 值多少钱啊 假如说 它能够值七十万 那显然一百万 大于七十万 意思就是说 这个存货 有三十万 价值是减值了的 是损失了的 那好 那就要记忆提 存货跌价 跌价的意思就减值嘛 所以记忆提存货 地价准备三十万 是吧 那我要提前把这个 这个资产的减值啊 给它减掉 那这个显然就是 不能高估资产了 我不能再按照一百万 来进行报告 这个存货的信息了 我要按照七十万 来向老板们 是吧 财务报告使用者 来报告我们的存货信息 那这显然就是 不能高估 是吧 不能按照一百万 来高估这个资产 体现了谨慎性 质量要求 所以这个题啊 选择CD两项 这是2021年这个考题 再来2020年的 一道单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体现谨慎性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表述是 还是考察的是谨慎性 A 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交易 应当采用一致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那这个体现的是可比性 B 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理解和使用 这个是可理解性 C 对已经售出商品的 保修义务 确认预期负债 那这个是谨慎性 D 及时将编制的财务报告 传递给使用者 那这个是及时性啊 还没有讲 后面说 好 所以这个题 只有C项是正确答案 那接下来及时性 及时性啊 顾名思义 就是不得提前 或者延后啊 对于已经发生的 我们要求必须是 已经发生的 交易或事项 应当及时的进行 确认计量 记录报告啊 不得提前或延后 依次一定要注意啊 提前能不能行啊 不行 延后也不行 必须说 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就记在什么期间 啊 教材也举例子了 比如说 某企业将自行研制的软件 软硬件呢 为一体的商品呢 进行销售 是吧 他自行研制的一些软硬件啊 他是一体的商品进行销售 那么销售合同啊 约定啊 商品销售后 还将提供免费的维护 和免费的升级服务 是吧 免费的维护和免费的升级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这里边啊 是包括了这个合同啊 包括了三样东西 一个是商品啊 其包括软件 包括硬件 那么还有免费的维护 和免费的升级 实际上咱们这个合同啊 这个合约啊 这个销售合约啊 有三项程度 这个就像是他收入 那个张知识了啊 有三项程度 好 继续来看 说如果说企业不考虑 商品销售后提供的 这个免费的维护 和免费升级服务 只考虑这个商品的话 那么好 将全部销售一次性 确认为当期的收入 那么这个时候 就属于提前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销售收入了 听不懂 是吧 正常 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这块啊 是涉及到收入的知识了 既然教材提到了 咱们就简单一说啊 那么如果说 你还是听不大太懂的话呢 咱们等到学 第七章 收入费用利润啊 我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说 好 现在简单一说啊 你比如说 这种情况很常见 是吧 你比如说 买这个 机床 设备 或者说 咱们现在买电脑吧 办公软件等等 也行啊 那都是有软件 有硬件的呀 它是一体的 软件就是说 里边有这个 软件啊 那硬件就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吗 那后面这个软件 那涉及到 有个升级 版本升级了 或者说 有个维护 咱不懂啊 那可能要厂家 来给咱们做维护 他说提供 免费的维护和升级 但其实羊毛 出在羊身上 他所说的 这个免费的维护和升级 其实都是收费的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见到 这样一种情况 在现实当中 说他这个软件 这个商品啊 你如果说单买的话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单买的话呢 是花这个 多少钱啊 比如说 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说一万块钱 你单买的话 是花一万块钱 然后的话呢 这个免费的维护和免费的升级 我一起来说啊 说他俩的话 咱们放在一起来说 这两块也可以单独花钱购买 单独买的话 是花多少钱呢 比如说 是花这个一千块钱 是吧 花一千元 好 现在这个企业说了啊 这个企业啊 他现在有推出了一项优惠政策 年终大促销 他说啊 说这个商品和这个 现在他提供这个商品啊 呃 销售 并且承诺 以前的时候这个维护和升级 是要花钱买的 花一千块钱买的 现在他说了 免费 维护啊 免费维护 升级 免费升级 但是这个时候企业说了 我这个时候商品啊 我就不卖一万块钱了 我现在啊 我要卖一万零五百元一台 那你想想这个事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一万零五百 就包含了商品维护升级 打包出售了 这样明白吧 他打包出售了 他现在什么问题 他按照实际现在这个售价 一万零五百来卖啊 他说企业如果说不考虑 这个免费维护升级 他把这个一万零五百啊 一次性的确认为当期收入 意思就是说 他确认了一万零五百元的收入 说这样行不行 这样不行 为什么 他上次提前确认计量记录 包括他 今年教材有点啰嗦啊 他上次提前核算了 相关的收入了 提前确认相关收入了 那没提前 提前了 哪个提前了 免费的维护升级提前了 说这两块啊 那么这两块实际上是提前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维护和升级 一定是在以后才提供的 这个维护和升级服务 是不是以后才提供啊 没问题吧 什么时候提供 他后面出问题了 我们要给他维护 给他修理 后面版本 如果真的后面版本升级了 我们再给他升级啊 所以说以后期间 才给他提供这些服务 既然说这些活儿以后才干 那你现在一次性的把10500 确认为当期的收入合不合适啊 不合适 说白了 就这个维护和升级的这个服务 是以后期间才销售 以后期间提供 也就是说以后期间 才实现销售 按照全责发声制 我们要认理 讲道理 什么时候销售的 什么时候提供这个服务的 你什么时候确认收入 那因此10500 不能全部确认为当期收入 其中呢 维护升级在会提前了 这就是没有满足及时 这是违背了及时性要求 是吧 说反之 如果说企业在提供 后续服务合约到期日 再确认全部的销售收入 那则属于延后 什么意思啊 说10500 全部在以后期间确认收入 现在我当期 我一分钱都不确认 那就走两个极端了 那好 我当期我要不要确认收入 要确认收入 你商品这块是当期转移的 是当期销售的 也就是说这个软硬件为提的 商品 我这个商品是不是当期销售了 讲道理认理 好 商品是当期销售的 它是可以确认收入的 但是维护和升级服务 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这个理解下来有点难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啊 你要能听懂的话呢 说明这个理解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听不懂 太正常不过了 咱们现在关于这个收入的确认 新的收入准则啊 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啊 现在咱们从这个质量要求的角度 你去简单理解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正确的快据处理啊 我们应当按照合理的比例 是吧 在销售当期 当期和以后各期 维护并升级的期间内呢 来分配确认各期收入 好 那么当期的这个收入 到底是多少呢 当期的收入 是吧 应当是用这个10500啊 10500来去分配去 是吧 用10500乘以商品的 这个单独售价的比例 商品的话呢 它是1万块钱 是吧 那么整体的话呢 是 1万加上1000啊 这个1000元的话 是免费维护和免费升级 我就一起来说了啊 理论上应该分开 好 所以说我们当期 应当确认的收入 那这么算才行 说10500乘以 1万除以11000 按比例来去分配 确认各期的收入 把当期的收入是这样 那么以后各期 以后再维护升级的时候 那就把升级的收入再确认 那现在10500 已经把钱提前都收到了吧 10500提前全收到了 那用这个钱 减去这个钱 差额应该是作为负债 什么负债 合同负债 好了 我知道你听不懂了 没关系啊 我已经把有些同学 因为这个话 教材已经把这个例子放在这了 今年教材的编写幅度 是特别大的 他把这个案例放在这呢 并没有考虑到同学们 在阅读这个教材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是吧 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如果说你只看教材 按顺序来看 你指定看不懂 是吧 除非你以前学过 是吧 学过 收入因为在后面第七章才讲的 他们整个这个黑板评 第七章讲 收入费用利润吗 新的收入准则是有难度的 好吧 我觉得这个教材编者 今年这个案例啊 我觉得非常好 能够去解释 我们这个及时性的问题 对吧 其实要求 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 好 大家呢 尽可能去理解一下 大家的意思 具体细节呢 你也不用深究 我们在第七章 再给大家做说明 好吧 好 来看一下教材立题 1-1 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企业的会计处理当中 符合谨慎性质量要求的 有谨慎性 A 在存货的可变净值 低于成本时 既提存货低价准备 好 那刚才请谈到了 是吧 那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符合谨慎性要求的 存货减值了吗 B 在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 确认坏账损失 这个符合吗 有谨慎老师 符合呀 这不是不高估资产吗 不低估负债费用损失吗 符合啥呀 他说的是实际发生的时候 才确认损失 晚了 所以说这个 他是不符合的 他违背了及时性 也违背了谨慎性 正确的做法怎么着 应收款项 应当是要提前的确认坏账损失 提前要确认坏账准备啊 就是我们的客户 如果说我们发现 他发生了信用减值 我们预期将发生信用减值 上线咱们是采用的是 预期信用减失法吧 这个也牵涉到后面 金融资产的知识了啊 你并不能等到 你不要等到实际发生 咱们这么解释就行了 是吧 你不要等到实际发生 要提前 是吧 我们要提前计题呀 是吧 那我要提前计题的 所以B就晚了 那不符合谨慎性 C 对售出商品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 确认预期负债啊 前面说过多次了 而选项D 且将属于研究阶段的研发支出 确认为研发费用啊 研究阶段 那这个研发可能将来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说费用化 并不能走资产 不能既无形资产啊 既研发费用 那这个显然是不高估资产 不低估负债费用 所以它体现了谨慎性质量要求 当然同时这个D呀 也体现了重要性要求 是教材当中列举到的一个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题就选择AC第三项 2018年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会计信息可靠性 表述正确的由 可靠性啊 很简单 是吧 就是不能做假仗吗 A 企业应当保持应用的谨慎 不高估资产收益 低估负债费用 好 那么这个是谨慎性 不是可靠性 B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相互可比 那这个是可比性 C企业应当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 C没问题 D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那也没有问题啊 实际发生的嘛 也是要求是真实的 所以说这个题选择CD两项 好 那么本节课呢 基本上就学习到复结束了 最后呢 送给大家一段快人快语 备考之路啊 要明白啊 会计主体是自己 是吧 你要这个要搞清楚啊 是你将来要考试 不是老师要考试 老师不能代替你走进考场 那么一定要有一颗持续经营的心 咱们学习要坚持下去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那么根据会计分期 来确定学习计划 是吧 你这个会计分期啊 我建议大家呢 你就别按半年为一个单位了 半年之后就该考试了 以周为一个期间 是吧 希望大家呢 在每周结束的时候呢 能做一个报表 是吧 那不是给别人看 给你自己看 你就是报表使用者 总结一下你这一周 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学习的状况怎么样 好 来制定学习计划 那不要假装很努力啊 要实质重义形式 这是我们的质量要求 不要表面上是在学习 实际上脑子还在想什么什么事呢 对不对 所以在全则发生之下啊 这是我们的会计基础 在全则发生之下 所有的付出都会被收入铭记啊 并将在考试那一天兑现 也就兑换为真正的你的成绩 所以加油 你不要浮躁 不要觉得我现在的付出 我此时此刻的付出 很辛苦 将来能不能有回报啊 一定是有回报的 你只要实质重义形式啊 真正投入进去了 他一定是已经确认为收入了 只不过这个收入呢 是应收账款的形式 那等到考试的那天 成绩发布了 那咱们的应用账款呢 就变成现金了 是吧 好 这是一段快认快许送给大家 那这样本节 我们就全部学习结束了 本节主要介绍的是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那还有会计基础啊 那么会计基础包括权质发生制 收负实现制 好 信息质量要求的话呢 包括八个 那么常见的案例事项 是需要大家去特别关注的 那么今年呢 对于这个相关性 可理解性 是吧 实质重义形式 然后呢 重要性 谨慎性 画钩的这些 包括这个及时性 今年教材更新了大量的案例 希望大家呢 要加以重训 是吧 考心不考旧吧 所以往往有可能 极有可能在今年的命题当中啊 来考你这些案例 他问你体现了什么质量要求 好 本节呢 就到这儿学习结束 那送给大家一段记忆 把活着的每一天 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